这两天 位于新疆轮台线100多平方公里的野生天然胡杨林公园迎来了旅游旺季 一颗颗胡杨在大漠当中挺立 各地游客分支塌来感受别样的魅力 随着暑期的到来 大批游客莫名来到塔里木胡杨林公园 赏大漠胡杨 观塔里木河美景 觉得非常的震撼 有这么大面积的 而且有这么大年龄 这么粗的树 也很少见到 塔里木胡杨林公园内 水胡杨 沙漠胡杨形态各异 绿色胡杨与蓝天大漠湖泊交相辉映 形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有客乘坐观光小火车穿行其中 可以薄览美景 为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景区管理部门还通过增设充电桩 停车位等提升基础设施